草河 不用在意 你的推理很有趣 我们现在越来越相信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了 下面的图是一个剧院 一出好戏即将上演 上演啥啊 要给我看什么图啊 这是剧院吗 怎么感觉像是酒吧呢 首先咱们四处逛一边 这有三个人 这有三个人 这有四个人 这有四个 然后 这有一个 然后没有了 这有两个 那么废话不多说 开始这期音频 傻傻 看来我们今天回来小剧场演出 虽然突兀了一些 但暂时还没有人怀疑 还是你办事周全 这报道写着 身在大舞台 新戏小剧场 吹得有鼻子有眼的 大家还真以为我是回来怀旧呢 看来 暂时是骗过去 可是啊 我们也不能掉以轻信啊 外面还围着好多记者呢 该怎么演出 该怎么演出 该装的样子呢 还是要装大 不能破坏形象 万一 有什么小道消息传出去 我们公关起来 可就难了 放心 这句我当年演了不知道多少遍 不会出岔子 稀我倒不担心 就是 待会要是见到那个 发撬着短信的人 一定要剪接行事 破财免灾嘛 破财免灾 这个语气 这个人 这个人给人一种 是那种经纪人的感觉 而这个呢 就是那个明星 然后根据他们俩 目前来的对话来看 这个明星是过来怀旧来了 过来怀旧呢 显然他又碰到了诈骗短信 所以他们俩 只是打着这个幌子 来处理这个事的 两年前那件事 只有三个人知道 我不信还有谁能敲战我 无非就是借着传言 污蔑我而已 短信来了 要见面了 再早午见 走吧 进来 马尔儿 原来是你呀 没想到吧 莎莎不要跟他废话 说吧 你掌握了什么 看看 这件绳子 能不能回忆起什么 是 这又能证明什么嘞 看看这绳子的窃口 明显是人为的 你说 警方当时要是找到了这件绳子 好了 mail啊 钱给吧 guns 钱帮你拿到了 神契 钱你也拿到了 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你要再多嘴 我已有的是办法致命 是是是 我知道 沙姐神通往大 还有那些恶作剧短信 也是你发的吧 都给我停了 什么恶作剧短信啊 还装不算 不是你小子冒虫小雪的名字 给我发的吗 你自己看 我看看 当你再次站上舞台之时 就是你为我长命之日 小雪 这怎么可能啊 你是鬼上身了吗 你小子不要得意忘形啊 到底是不是你发的短信 当然不是我发的 你看这号码都不一样 我看说不定还真是小雪发的呢 你 沙沙 现在证据已经拿回来了 不要跟他废话 慢走 吴总啊 这 这他妈要干嘛啊 又怎么了 没什么 我看结果人只是求财 他现在把证据交出来了 钱也收了 就没有威胁了 应该不是他发的恐吓短信 你意思是恐吓短信的事还是没解决 这个经纪人啊 这个经纪人啊 我觉得他听他的口音来讲 应该不是北方这边的 至少 至少他不是 他至少不是我们这边 我们东北这边的 应该是南方 或者是港澳台也不说不定 应该 可能有山东的口音也在 哎呀 怎么说呢 就是 听了音 感觉上有点别扭 恐怕是的 明天啊 就是夏小雪的季日 我觉得我们没有调查清楚之前 还是避一避风陶 别上台演出的 万一有人在观众席 袭击你 我倒是早就想躲一躲 可是你别忘了 我约了明天下午在国立剧团的演出呢 我如果不去 那我约金怎么办 国立剧团的合同可不是开玩笑 哦 合同的是 如果是遇到不可抗力 或者或者无力旅行合同 比如突然受伤以来的 那就不用付我约金了 这样的话 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调查 不怕找不出来这个混蛋 哎 事到如今 也只能拖一拖 哎 你刚才说什么爸爸 呃 假装受伤 还有 最好有媒体见证啊 嗯 这个好办 就让两年前的事故 再重演一次吧 又要麻烦老熟人了 这样的话 我要找个借口扮成女巫 嗯 嗯 你去给我买杯咖啡 啊 哦哦哦哦 呃 共鸣是吧 那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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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什么口味共鸣啊 什么都行 你还不好演 行我去叫个人 好的 老黄在吗 沙姐来了 眼镜也在啊 我来找老黄 那这个就应该是眼镜 然后这个应该就是 老黄 因为根据他刚才进门敲 窍门进来的时候 这个人 跟沙莎说了一句话 然后沙莎赶紧回来说 眼镜 然后这间屋子里 除了他以外 沙莎要找的话 他一定会去找老黄 他一定会先去找老黄在哪 所以这个地方 只有两个人 如果他眼镜确定了 他就只能是老黄 继续救 我还有事先走了 哎哟 早就听自你这大明星咬回来 怎么不去舞台 跑我这小黑屋来 我这不是求你办点事吗 哎哟 演唱啊 演唱 简单 和上次一样 明儿个就是消穴的忌日 你这隔两年来搞一回 我这心脏数流啊 不敢了不敢了 少给我装算啊 根据这样的对话 咱们这里 基本可以确定他就是老黄的 我还没问你 当年你换掉的绳子 被谁拿走了 啊 没个谁啊 我早扔了 扔了 我怎么听说 是被人捡到了 怎么可能啊 不可能不可能 哼 多亏我消息无痛 帮你擦屏 花了我不少钱呢 再帮我一次 就当扯兵吧 我们真是发现了啊 那更不能做第二次了 你紧张个屁啊 上次那件事 大家怀疑的也是巨物 都没找你的查 大家是怀疑眼镜 可这娘的眼镜非我呀 再来一次 就怕我是有命拿不明话呀 哎呀别废话了 今天我要演女巫 砸的是我自己 砸你自己 你 你不会以为我要自杀吧 告诉你吧 你先割了绳子 到时候巨物一按键 房子落下来 我就会站在房子后面 假装被砸上了脚啊 这 这 这场子是哪一处啊 这是 不用你管 钱一分不少你的 赶紧割绳子 好好好 那可好了啊 可是台上的位置点 你还需要我去改吗 你怎么这么蠢啊 我又不是要被砸死 为什么要改位置点 我改 钱给你放这儿了啊 我去准备演出了 干啥姐 可等着您了 我是您的粉丝啊 粉丝 怎么跑进后台了 哦 哦不对 您看我这一激动 我是您的化妆师 但也是您的粉丝 我就嗨了 您能帮我在这牵 弄个名吗 哎 您那部电影什么时候上映啊 我听说您这次首次出电 就好挑战反派 行了 我们进化妆金再说 哦 您坐这儿 我跟你说啊 这部电影呢 这镜子上的红字谁写的 啊 杀人者 人恒杀之 小雪 爱人者人恒爱之 近人者人恒静之 这就 他应该是把这两句话给改了一下 这 这 这是幽灵短信的句子啊 刚才你 你 有没有看到谁进来过 我 我听导演吩咐来给您化妆 一直就在门口等着 没人进来啊 小雪 小雪不是死了吗 这是小雪写的写书啊 哎 沙姐 您还是躲一躲 今天不能演出啊 王八蛋 还真是纠缠不休啊 哼 不过现在可以确定 发短信的人就在这个剧院 狐狸尾巴露出来 我去找个人 啊 找 找 找谁 眼镜 有看到我经纪人的大飞吗 啊 飞哥他 刚刚好像去杂物间了 好 谢了 你看 你看我推的没错吧 果然是紧紧的 这个位置是在9分05 咱们先倒回去 倒回去 来到这里 先把这个大飞贴给他 8分 9分05 大飞 在这里 大飞 怎么回事 大飞 马可儿 乌勇 乌勇 光头 你们 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大飞醒醒啊 大飞 大飞 怎么回事 本怎么锁了 彭导 不行 彭导 出事了 喂 刹刹 怎么了 外面出事了 大飞 和马可儿 还有 还有光头和乌勇 都 都被人打晕了 手末都死了 不可能啊 刚排练还见着他们呢 不行你们跟我去看 就在杂物间 杂物间 也许是马可儿他们上台前 就嗑药了 嗯 等会儿 如果她是乌勇 那这儿的是谁啊 有人假扮 那这儿的是谁啊 有人假扮 彭导 我亲眼看见乌勇 导弹杂物间了 这人肯定不是乌勇 怎么办啊 莎莎没在这儿 乌勇 这场戏没你的事儿 后台等着去 哎 里边人多 彭哥 要不要硬闯 没必要搞那么大动静 好 这都是套子 别怕 前他还有侧门呢 正好开场 你不是演过壁角吗 就在这儿 用女巫扮相亮个相 然后干兵一起 你就从舞台旁边下去侧门 后面陶勒斯的长戏 让文文来顶下 好 好 这个办法可以 莎莎姐我们换装 海伦搭个手 那如果这 文文在这边 咱们刚才看的时候 炮哥旁边还有一个 就是这 那他不是光头也不是乌勇 那他只能是这个小灰了 这边这两个人 想飙啊 想飙但是挨得太近了 没法分清了 难道啊 在奥兹 魔法就是权力 是力量 而我 魔法强大的东方女工 将会让所有人 都变成我的奴隶 不会有希望 更不会有希望 啊 啊 救命啊 啊 怎么回事 啊 啊 是怎么回事 嗯 不行 这一遍捋下来莎莎这条线 咱们除了知道莎莎 莎莎死掉了 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有用的信息 不行咱们这次得换人 对了 光头和无勇这俩货 光头 无勇 你们怎么来了 明天呢就是小雪的忌日了 那啥 你有没有收着幽灵短信呢 幽灵短信 你们收到了 没错啊 前几天小雪发短信说 杀人者人横杀之 结果今天莎莎恰好就莫名其妙回了眼 这摆明了就是要让我们替他复仇啊 不可 你们还把这短信囊震了 你们要杀人要好仇 自己跟玩去 找我干嘛 找你当然有用呢 你把绳子搁断 把沙沙砸死在舞台上 就像当初小雪死一模一样 至于那什么 你想要多少钱 你开个价吧 你们俩肾病嘛 我老黄头上写着杀人犯着散个字嘛 还开了价 开了价你付得急嘛 走走走走 我们本来也想跟你好好商量商量 看来你非要把话挑平了 那张初 要不是你的程度呢 小雪能死吗 你说什么意思 警察调查结论 你不知道吗 调查结论我当然知道 可是老黄你的水平我更知道 真要动手那肯定不留痕迹了 那个这样吧 我知道你无力不起脑 那个什么 这个数够了不 我也不是个跟前过不去的人 不不你们还是年轻啊 警察当年调查那么久 结论也就定成了个意外 不什么有缘由啊 那你啥意思 你以为 哥哥生子 就能炸死个人啊 生子是怎么老化的 空潮那天就断了 小雪那天 咱们突然就要和沙沙换角色 改成严女巫了 小雪的走位 咱们就在房子下面了 这是一场戏剧性的死亡啊 小雪当初也是因为演了女巫 被砸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房子 是不是当初两年前 在那个房子 但是 现在沙沙以同样戏剧性的死法 死在了这栋房子下面 也是同样是女巫的死 那她娘的可是她自己走过去的 这三个事 哪个你能复制啊 那 反正沙沙就是凶手 我不管那么多 你有没有办法把她砸死 死了我就给钱 砸死你个鬼啊 就你们这只上海外傻人 我以为你们都计划好了呢 说来说去 就这一场啊 这不是挖个坑 给我跳进去吗 我她娘的就不该跟你们废话这么多 走走走走 光头 我看她是不准备配合了 月亮之中的 我就是想吓我她的心 看她是不是有办法直接完成复仇 现在看来沙沙的手段果然不简单哪 可是短信里写的 杀人者 人横杀旨 说明她确实死不瞑目啊 会不会真的跟沙沙有关啊 别瞎说 虽然小雪死后真正的受益人是沙沙 但是没有任何人有实际证据 能证明是她主使 警方也说是意外 那万一真的是有人故意杀人呢 那我一定不会放过她 我就随便你说 别想那些有的没她 你去忙正事是吧 那行 那我化妆去了 她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这个地方 就是 这是台前 这个位 这一个大的这个 这一个大个显示出来的区域 这是台前 因为台前 声音特别杂 而且声音传得还特别广 你没有办法听清这个声音 所以 所以 这个制作游戏的制作方 给这个地方做了一个 噪音处理 就是 添加了一些噪音进去 让这个变得更真实 但是 现在 我作为一个侦探 我需要知道她说了些什么 但我现在听不懂 这个很气 而且 根据刚才彭导说的 她一定不会放过她 嗯 感觉 这三个问题里头 先假定一下 小雪死了主谋 嗯 我觉得应该是莎莎呀 还应该是莎莎 两年前 莎莎拜托老黄割断了那个 屋子的绳子 然后碰巧莎莎还和那个小雪换了一下角色 小雪作为女巫死在了 死在了那场意外中 所以 莎莎绝对是有主谋的 是 是那个 绝对脱不了关系 以至于两年之后的今天 她又以同样的方式死在了那栋屋子下面 和自己一样的手法 死在了那栋屋子下面 然后 跟 谁根据幽灵短信指示完成了复仇 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这个导演 应该是导演 先不说前头导演 导演怎么 为什么导演会要 去杀杀杀 就 就刚才冲了这一句话 是吧 那行 那我化妆去 警方也说是意外 那万一真的是有人故意杀人呢 那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就根据这句话 可以看出来 那个 这个导演 这个导演复仇心理 特别重 特别的沉重 有特别重的复仇心理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觉得 我就随便 我很难 我很难 如果这个位置 不是这个导演 那我就 那我就真不知道是谁干的 谁发的这个幽灵短信 目前还不知道 你去忙这事吧 那行 那我化妆去了 现在大致应该可以捋明白了 这个文文和这个海伦 是没有作案动机的 他们 这个海伦是新来的 他顶多就是朝这个 叫文文的女生 打听了一下 关于那个两年前的事故的事情 所以首先 海伦和这个文文 他们两个可以排除 他们发的 他们不会是发幽灵短信的人 莎莎和大飞 他们两个也不是发幽灵短信的人 马格尔他 根据前头开头 咱们 在这个位置 马格尔大飞和莎莎 他们三个人谈判的途中 我们可以得知 马格尔他也不是 发送幽灵短信的 光头和吴勇 这两个家伙 有重大的嫌疑 因为在 因为在刚才 这个位置开头的时候 咱们通过这个 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知道了 光头和吴勇 光头和吴勇 问这个老黄 说你说没收到幽灵短信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中间 肯定有问题 其次就是老黄 老黄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 大概不太可能 是发幽灵短信的人 第一 他是帮着莎莎 两年前 他是帮着莎莎 干掉了小雪 然后其次 他也是那种 就是 也是顺着莎莎 这次又割了一次绳子 但这应该是场意外 他没有 要发送幽灵短信的动机 所以现在 就现在而言 嫌疑人 就只剩下 一个眼镜 一个光头 还有一个吴勇 所以现在就只需要 盯着这个光头吴勇 这两条线就行 然后通过这个可以知道 这个炮哥 还有这个小灰 是他们两个 请过来的杀手 杀人用的 那为什么他们两个会晕呢 喂 炮哥呀 我在进门左手第一件 确认 就是现在动手 你们快来吧 搞定 等着吧 我 不知道 我去下厕所 哎你不至于吧 哎呦我就吓掉了 你这哆哆嗦嗦的 怎么了这是 你没事 哎 马盖 你有没有收到 小雪的短信啊 你说那个幽灵短信啊 你也信这儿吧 神经兮兮的 穿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收到过 啊 没 没有没有 可是 如果是真的 那你说小雪的意思 是不是要我们替她报仇啊 首先根据这个 吴勇的这个性格来看的话 他应该也不像是那种 能发出幽灵短信的人 就 就光 听那个光头要找炮哥和 小灰 过来杀杀杀这个事 他就已经吓得要过来上 上厕所 而且尿的声特别的大 所以 我觉得乌勇也可以从这个 也可以从这个名单上滑掉 那么现在 炮哥小灰 他们是局外人 自动滑掉 沙沙大飞不可能滑掉 马盖不知道滑掉 光头 光头有嫌疑 乌勇也没有 小文和海 文文和海伦也不是 老黄也没有 这个导演也不是 因为导演是凶手 他应该不算 不算是 幽灵短 幽灵短信的发起者 所以就只剩下眼镜 和这个光头了 话说光头 光头通常给我印象 应该是最强的 很有请杀手吗 上去给沙沙一拳就碎了 小雪活着的时候 也没正眼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连他手机号码都没有 就算发给我 我也当垃圾短信了 就你们事都 还报仇 电视剧看多了吧 不跟你扯淡了 广 放心 还是你也不放心 没有 都挺放心的 老黄在吗 哦 杀起来吧 眼镜也在啊 我想这会儿临时改变一下主意 我想来听听眼镜的这个流程 因为如果说他们请来的两个杀手 请来了两个杀手来杀杀杀杀 然后他俩还晕倒 晕倒在这里 那就只可能是他们叫来了之后 商议 在商议的途中 炮哥和小灰把那个光头和毓庸给他打昏了 拖到 拖到这儿了 然后再把马肝和大飞一块打晕 制造不在场证明 然后好来方便来杀了那个杀杀 然后还不会粘了自己主子的手 雇主的手 对 应该就是这么样的事 所以我现在想盯一下 我眼镜的这条线 陶洛斯的话 我想 说到陶洛斯 我想到了 以前就是有个叫魔角侦探的动画 那里头好像有个反派 好像也叫陶洛斯 我就知道 眼镜 你先暂替一下杀杀 走陶洛斯的位置 跟着那个舞台标记走 好吧 好的 好 女巫站好位 对点啊 对 女巫走位 好具准备 好 眼镜 要过去 房子下落 女巫 女巫 女巫站准备 站准备 房子要刚好落在女巫面前 好 女巫踩交一声 女巫死了 赶兵释放 女巫后台让下场 陶洛斯上场 陶洛斯站中央 陶洛斯站中央 好了 顺利 那个眼镜 你把房子收上去吧 没事了 再检查一下绳子 好 好 根据刚才这个 这一段 他们在排练的图中 至少可以看出来 文文所走的这条路 是那个 女巫应该走的正常路线 而到最后 我杀杀她走 她走的时候 并没有 并没有绕到房子后边 而是直接的 在房 站在房子底下 懂我意思了吗 所以说她被砸死 小雪的死和沙沙的死 如果是一样的话 那么他们两个 都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 那就是 走我也没走对 哎 眼镜 等一下 问你个事 怎么了 嗯 你是剧院的老资格嘛 这个舞台有些事 你肯定知道 沙姐前任的陶罗斯 夏小雪的死 是不是真的和沙姐有关啊 怎么你也听说了 因为夏小雪出事之后 沙姐就临时顶替了她 从此上位 很难不让我怀疑啊 哎 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我们也不能随便污蔑人家 哎 眼镜 你说当初这房子 怎么就会掉下来呢 出事的时候 遥控器在谁手里 在 在我手里 啊 那 那难不成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警察当时就重点调查我了 这遥控器其实就是一个开关 只能控制上面的一个挂钩而已 如果绳子本身是断的 那么一旦松开挂钩 房子就会自然坠落 警察调查结论就是 在我按断按钮之前 绳子因为老化就已经断了 悲剧就是这么发生的 哇 这里我有一个疑问 绳子怎么会老化呢 老化的一般都是钢铁 这种让事的铁质东西 难不成你要告诉我说 你们的那个绳子是铁做的绳子吗 没有任性吗 真是太意外了 太意外了 算了算了 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传 传到双双耳朵里有你好受的 走吧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彭刀让我过来确认一下道具情况 是彭刀不放心 还是你也不放心 没有 都挺放心的 老化 都挺放心的 没太怕了 你这 这 不 不 请 不是 怎么又来了 还有插什么 不是 我之前来的时候 把手机拉着了 熟记 你这姓哥 可不是个会丢熟记的人哪 今儿个傻傻嘞 你小子是有点紧张啊 我懂了 我 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 假设 这个 假设 就是眼镜干的 因为 谁发了幽灵短信 幽灵短信你发出去肯定需要用手机 对吧 然后在整个这段音频录像当中 除了眼镜要找他的手机之外 第二个 马杆 第三个就是大飞 大飞和马杆 马杆不认 马杆不知道 不知情 排掉 大飞是杀杀的经纪人 他没有骇人动机 也排掉 所以唯独就只剩下眼镜 能发幽灵短信 看见没有 我找到了真相 我不会是侦探 嗯 让你 人子 人子的切口 明晰是人 这次你谁打电话 怎么 责任 责任 老黄 我 回去之后 可能就开场了 呦 严谨 你怎么来了 从前好多的人 确认那道具新的 怎么 哪有多毛病 不过去吃了就行了 我之前来的时候 把手机拉里 什么东西 你这几个 原来 刀研也是被人利用 好吧 侦探 恭喜你 走到了测试的最后阶段